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中國古典文學第一課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個詞 雞掰很常用到 這個詞我們想要第一個 第一個名詞 名詞為什麼它會可以當作名詞呢 幹你娘老雞掰 這個同學用得真好 幹你娘老雞掰 這是一個完整的結構題 這個幹字是動詞 你娘是受詞 老是形容詞 這個雞掰就是名詞 是一個動詞 為什麼它是動詞呢 幹你不要雞掰我 你不要雞掰我 這時候雞掰就是動詞 第三個雞掰當然是一個形容詞 幹你念雞掰喔 你很雞掰喔 有沒有形容詞 副詞 什麼時候可以用來幫副詞呢 這個就是跑得快的雞掰 雞掰形容快所以它是副詞